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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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字 在生活 我是慧瑩 今天要分享的字 簡單來講就是 好處 沒有人不想要好處 除非它六根清淨四大皆空 不然你看囉 每次有機會許願的時候 人們就開始期盼著能夠大吉大利 發大財順心如意 那遇到流年不利的人 有些人就是燒香拜佛 有些人熱心公益 結果呢你問他 他也是為了要接下來可以平安順利 然而不論什麼事情 有好就有壞 有利就有弊 所以呢今天就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來認識一下利這個字吧 漢民族所形成的社會 是一個十分典型的農業社會 我們一切的經濟基礎就從農業開始 所以你看這個利字 它的左邊是一個稻谷 那右邊是一把刀子 稻谷收割的時候 農夫們的辛勞終於有了代價了 那利這個字呢 其實呈現的就是一幅 盲於收割稻谷的畫面哦 首先來看利的甲骨文 它是一個會議字 在刀的部分表示用刀子來收割農作物 那核的部分呢 表示被收割的農作物 那前面還有一根稻碎垂下來了 那兩個小點呢 則表示收割稻谷的時候的碎屑 字型發展到了經文的時候 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整個字型的結構跟樣貌 都和甲骨文差不多 那等到了小傳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了 這個利的字型筆畫 依舊是承續著甲骨文跟經文而來 只是省去了表示碎屑的那兩個小點 在說文解釋裡面說利 仙也 那仙是什麼呢 本來是一種挖土的器具 非常的鋒利 後來呢又有刀刃 銳利 改良過的類似仙的器具 又被拿來做割稻谷的用處 所以隱身有鋒利的意思 那其實我們今天所使用的那些 與利有關的字意 都是從這裡引申的喔 不信嗎 我們往下看 因為收成 所以引申 而有好處 益處的意思 例如勝利 福利 作為動詞使用的時候 利則可以解釋為有益於 像是利仁利己 利也可以當作形容詞表示豐銳 例如銳利 豐利等等 此外還作為形容詞 它還有一個意思就是 祥銳、順利 好比人們常常說 大吉大利 接著快速看一下基本資料 利 勒意利 部首是刀部 總共七話 現在一起寫一次吧 簡體字型和正體字是相同的 漢語拼音 利 講到這個利字呢 大家一定都會想到一個 成語 玉磅 相爭 漁翁得利 這個故事 不過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成語故事 和它的意思十分的相近喔 那就是 座山 觀虎鬥 在史記的張一列傳中 有這麼一段故事 有一年 韓國和魏國打仗 打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依舊無法分出勝負 於是呢 秦惠王他打算要派兵援助 其中一個國家 所以他就召集了大臣 並且還詢問他們的意見 這個時候 陳枕就和秦惠王說了一個故事 他說 從前有一個叫做 辯莊子的人 他看見有兩隻老虎 就想舉劍要刺殺他們 那旁邊的人勸他說 你何必著急呢 你沒看到那兩隻老虎 正在吃著一隻牛嗎 等一下他們就把牛吃光啦 吃光了就會有所爭奪啦 那進而就會因為爭奪引起搏鬥啦 到時候一隻受傷一隻死亡 到時候你再把那隻受傷的老虎 一起刺殺 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秦惠王他就 欸 恍然大悟囉 他說你的解釋 意思是說 先讓韓國和魏國他們兩個再打上一陣子 然後等著一個敗 一個受損失的時候 我再出兵去討伐 就可以一次解決他們兩個 是這樣子嗎 就像是辯莊子一樣 這樣對嗎 那陳枕就點點頭說 嗯 正是如此 於是秦惠王他就採納了陳枕的意見 所以輕而易舉的贏得了勝利 這個就是坐山觀虎鬥的故事 那後來呢 人們就藉由這句話來說明 雙方相鬥 卻讓第三方 獲利的情況 因此坐山觀虎鬥的意思是 比喻不介入別人的爭鬥 袖手旁觀 以便從中來獲得利益 然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不應該是立自當頭 有時候呢 反而應該要放下 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 相互合作 創造雙贏 一個人的力量 雖然微小而單薄 但是呢 如果個人能夠發揮自己的長處 和別人結長不短 就能夠發揮更大更多的力量 在周易裡面有這麼一句話說 兩人同心 其力斷金 同心之言 其袖如藍 意思是說 兩個人同心協力 這樣子的力量 就如同刀子一般的鋒利 可以將金屬切斷 兩個人的言論一致 這樣的氣味就像是蘭花草 那樣的優香 所以這句話後來就泛指 團結合作 其實呢 曉智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大到一個國家 人心的象徽 都重在人們的和諧安定 難怪孟子他曾經說過 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這句話裡面說的那個利字呢 值得就是好處 也就是優勢 跟勝利的利是一樣的 人生所追求的究竟是什麼呢 有一部分的人 畢生想要的 或許可以從 人生勝利組這個詞語 找到一點點的端倪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開始用 人生勝利組去形容 一個人的事業成功 家庭幸福等等外在的條件 這個就像是現代版的 五子登科 說明一個人有了房子 有了金子 買了車子 還娶了妻子 又生了孩子等等 只要一切世俗的條件都具備了 似乎就擁有幸福 並且還贏得了人生的勝利 然而勝利 一定要是這樣子不可嗎 每個人其實都有 自己的理想和目標 符合一個人的心理的想法 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勝利 不是嗎 有一個名詞 精神勝利法 就是所謂的阿Q精神 但是千萬不要誤會喔 這是出自於魯迅所著的 阿Q正傳 是被批判的一種自我安慰法 是以諷刺的姿態描寫當時的中國人 在當時的心態 是貶意 不要搞錯了 好像把勝利說得太沉重了 觀眾朋友們你們知道嗎 其實勝利也可以很可愛的 在台灣因為受到日本的影響很深 所以愛吃日本料理的人很多 其中一種很受大家歡迎 就是豬排飯 豬排飯在日本被稱為聖洞 這個是因為日文的豬排和勝利 發音相似的關係 也因此對日本人而言 炸豬排是一種勝利的象徵 下一次你的比賽或是考試之前 不妨也試一試這個可愛的勝利的秘訣吧 不過上場之前可別忘了 公欲善騎士必先立其器的道理啊 不然可能吃再多的豬排飯 也贏得不了勝利喔 孔子有告訴我們 做好一件事情的訣竅 就是公欲善騎士必先立其器 原本是說一個工匠 他想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一定要先使工具精良 但是後來我們就用它來說明 要做好一件事情 一定要先做足相關的準備工作 即使來不及做好準備 也不要輕易的放棄 不是有一句俗話說 臨陣魔腔不亮也光 總是要努力到最後一刻才知道 勝利女神跟著誰對嗎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自言其說 有一幅名畫祈禱的手 跟利益有什麼關係呢 請諒弦來分享 別走開喔